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充满悬疑的治愈系爱情剧《你是我的春天》第四章的故事。 上一章故事讲述到朱领导陪着江多情回了江陵,江多情很是感谢朱领导,两人在你来我网中多了一些暧昧的情愫。 恋爱的欢喜让朱领导连前妻的电话都没有时间接,可是平淡的日子中总是多着一些波澜。 这天江多情工作中的一个电话,再一次将他推上了水深火热中。 剧情继续,本章故事开始讲述江多情看了看眼前的男人,眼眶泛红,泪水打转着。 一切的回忆都涌现在脑海里,是失而复得的喜悦,是久别重逢的欢唱。 突然间,一个外国人叫了他跟前的男人蔡思医生,江多情骤然惊醒,看着这个和崔真敏长得一样的男人,他连忙道歉,说自己认错了人。 而这个叫蔡思的男人说,没关系。 似乎并没有感到意外,随后和老外一起走进了电梯。 江多情本来已经尝试从崔真敏的事件中走出来,但是见到这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他崩溃了。 爱到深处,总是无法自拔。 开始疯狂地找酒店顾客信息搜索,发现这个男人叫伊恩·曼诺塞斯。 这下江多情确定是自己认错了人,但是两个相同的面孔,总是让人很疑惑的。 看到这里,不禁感到毛骨悚然,这该不会是崔真敏复活了吧? 不过复活的话,好像又不符合整个剧的发展走向。 不然又是双胞胎弟弟或者哥哥死了。 另一个神奇的出现,来复仇找凶手。 反正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总是有关系的,不可能一点联系都没有。 江多情不禁回想到,童年时,他追问着那个脸红心跳的小竹马,为什么要摸他的头? 而他得到的回答是,摸你的,不是我,傻瓜。 这下看来真的是双胞胎。 不知道现在这个到底哪个是曾经摸头的呢? 最后,他在教会门口的合照到底是跟谁呢? 紧接着警察头头埋着这张照片来到了教会,询问着当年发生的事情,以及教会的记录。 教会李氏以为警察来查教会贪污腐败的事情,连忙辩解着,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教会李氏顺便跟警察头头,提到了山下的疗养院内,虐待儿童非法买卖儿童的事情。 真是黑暗处处存在啊。 警察头头顺着教会李氏所说,去了那家疗养院。 这家疗养院现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教会李氏难道说的是过去是吗? 但是警察头头却在废弃的卫生间里,发现了几只使用过的牙膏,看来这个疗养院还是有人在住的。 就这牙膏牙刷难道不是废弃以前的吗? 另一边,朱领导的前妻,坐在将多情朋友开的咖啡店,等朱领导工作室的员工回家,他就直接冲到朱领导工作室。 这前妻目的有点不单纯呀。 打扮成这样是要弄啥来? 朱领导拿着将多情送的空心医生,左摆右摆,最后决定放在自己面前。 刚好前妻安家英突然开门,质问朱领导为什么不接电话? 前任怎么还这么嚣张呢? 两人都没有关系了。 紧接着他发现朱领导桌上摆着那个空心医生,调侃他之前不是喜欢的蜘蛛侠。 看着安家英手里摆弄着,朱领导很紧张那个空心医生,找个空隙夺过来,把他放在自己桌子的盒子旁边,并借此转移话题,让安家英离开他的工作室。 然而,还是没有避免危险。 朱领导不知道他前脚刚走,这位亲爱的前妻就把他的空心医生顺走了。 接着安家英质问朱领导,是不是从来没有把他当女人看,也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是因为可怜当时生病的他才和他结婚的吧? 和前妻不是都心有所属了吗? 而且俩人都离婚了,还在纠结这些干啥呀? 安家英还告诉朱领导,如果想谈恋爱,那就去谈吧。 虽然他不高兴,但是这样太小气了。 这女人真是有意思啊,难道是只能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吗? 而朱领导却拾口否认了,说和江多情一起去江陵有特殊的原因,他只是住在楼上的住户。 用得着掩饰吗? 面对前任还用否认现在的感情吗? 另一边,江多情去找警察偷偷了,问他崔真敏是不是有了双胞胎兄弟。 看来蔡司的身份还是确实影响了江多情因为江多情在酒店里遇到了长得跟崔真敏长得一样的蔡司。 警察偷偷否认了,说崔真敏没有家人,更别说有兄弟姐妹了。 这样看来吧,确实是有点奇怪了。 正当警察偷偷想问这个人的信息,身为酒店营兵部的江多情,是不可以透露顾客的任何消息的。 看来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嘛。 接着警察偷偷顺道问起教会的照片,江多情说,自己尽量打听看,可以问一下自己的弟弟。 有很多事情时间太久了,真是没有印象了。 江多情的母亲来到集市里吃南瓜饼,看到一个女人风尘仆仆地走过来,即是大婶问他女儿的婚事不是定了吗? 怎么还满脸疲惫,女人说他心有块石头,一直放不下,急匆匆地走了。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江多情的母亲可真是年轻啊。 大婶叙叙叨叨说,这个女人的丈夫及各种缺点于一身,赌博,出轨,喝酒,家暴,要不是想让女儿在结婚时,有人可以牵手走进婚礼殿堂,不然早就离婚了,女儿找的丈夫跟他家境差得比较远。 哎,其实有点难以理解这位母亲的想法,结婚也可以自己牵着女儿的手,可能还是没有离婚的勇气吧。 这让江多情母亲想起了以前的往事,南瓜都吃不下了,转头就走人。 哎,不过幸亏多情妈早早地摆脱了婚姻的苦海。 朱领导在警察局继续找崔真敏的线索,警察偷偷特意告诉他,江多情来过警察局,问起崔真敏的案子。 朱领导以为江多情来了警察局,猴急地问在哪里? 用得着这么激动吗? 喜欢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明显吧。 警察偷偷说,你小子不正常哦,晚上当朱领导进去自己办公室时,发现自己的空心医生不见了,思考后明白是谁拿了自己的东西。 但是打了十一通电话给安家英,他都拒绝了。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于是朱领导放弃了从安家英那里要回空心医生。 自己花钱去便利店想要再弄一个,但是都失败了。 这时江多情出现了,最后,江多情帮朱领导扭到了一个空心医生,让人开心地手舞足蹈。 爱情的气息怎么感觉这么浓郁了呢? 回家的路上,江多情试探地问了朱领导,世界上有没有两个一模一样,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个受伤,另一个就崩溃大哭。 朱领导说有啊,就是这些人话作风,陪伴在你的身边。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影子吗? 这时候女主的妈妈突然打电话过来,向朱领导讲述了今天的遇到的那个女人。 这让女主联想到了后视镜和监视器在对话。 这比喻确实有点恰当呀。 画面一转,有个男人潜入海底游泳,在水底中被绳子勾住脚,怎么都正脱不开,最后溺死在水中。 原来这只是蔡斯医生的一个噩梦。 蔡斯医生的新闻上了电视。 而蔡斯时不时会出现满地鲜血流出的幻觉。 这幻觉有点真实呀。 镜头有一幕给到了真正的凶手。 是的,真凶出现了。 警察把资料寄到了酒店给蔡斯,想让他知道崔真敏的事件。 蔡斯好像也并不惊讶一般。 蔡斯在外面跑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警察跟踪他。 而蔡斯的眼神充满着恐怖和杀意。 朱领导的兽医朋友也成功入住了二楼。 他们在天台就餐。 朱领导的电台朋友对于江多情很感兴趣,一直要交换名片,不过都被朱领导阻止了。 有点宣誓主权的意思啊。 朋友们都觉得朱领导的行为很奇怪。 几个人打去徐子内的女朋友,又问起朱领导有没有女朋友。 这个气氛瞬间就很微妙了。 虽然我还有点不太明白。 顺便说起了上一次一起去江陵的女人。 朋友还爆料,朱领导很讨厌隧道,而去江陵的路上就有很多隧道。 为了爱情困难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然后,江多情的朋友爆料,去江陵的女人不就是江多情吗? 似乎一切都不明言喻了。 接着彻涛精心打扮了好久,要去和联谊的女生见面,在出门时碰见了徐子内,说朱领导受伤了。 恰巧被江多情听到了,打电话打不通,在天台茶不思,放不响,最终忍不住打电话给徐子内。 结果徐子内因为自家的宠物,没有空里江多情,所以江多情直接去了医院。 两个人的关系还是变了的呀。 朱领导从医院回来,看到江多情的未接来电,急忙赶去摩多医院。 结果两人在医院门口相遇,才知道是一场误会,但是担心却是真实的。 两人默默地坐在医院门口,什么都没有说,却很是安心,江多情的情绪似乎也慢慢在好转。 后来,江多情在弟弟工作的地方遇到了蔡思,她非常害怕,被蔡思发现了,想跟她谈一谈。 江多情是害怕的。 蔡思也许是受不了江多情看她的眼神,对她大呼小叫,问她是不是知道有个人跟她长得一样。 呵斥江多情不要再见面,受不了她的眼神。 后面弟弟和蔡思的助理出来制止了,江多情对蔡思说了抱歉,不应该把他俩认为同一个人。 蔡思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接着,蔡思根据警察提供的那封信,来到了崔真敏的案发现场。 而朱领导也因为想跟进案件,也到了案发现场。 下一章中将要继续讲述到蔡思来到了蔡骏自杀的大厦。 她站在蔡骏跳楼的地方,往下边声望着,眼神中暗藏着一些神秘的能量。 当她离开时,在拐角处遇见了前来的朱领导。 朱领导很是惊讶,喊住了蔡思。 那么,蔡思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朱领导又要问蔡思什么呢? 更多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